這個是一個清單 然後上面但是比較特殊是上面這熱門景點 他會多一個有點像Title的 那之前好像沒有做出這樣的效果 不過要怎麼做出來 另外就是說這個清單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是一個什麼圓圓的 而且他不是他是浮在上面的 他不是 他不是貼上去的 所以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是Yes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 這個Netbar前面做很多了 這邊有個Home這邊有個什麼一個Gear 給他個圖就可以了 再換他的那個上面的那個 就是他的顏色改一下 比如說首頁部分他這邊是藍色 這邊是黑色的 所以這個效果要怎麼做出來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做在我這邊的話 第一個先切 找到那個Home 找到Home的部分 那Home的是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 裡面的話我們先把那個清單做出來 他底下其實 你看我這邊有我有六個景點好了 其實你要做六個景點 像剛我做了三個之後 其實你要產生後面的 我常常都會這樣做 先做三個 六個 再把123 複製貼到下面去 再把它怎樣 改成456 比較好了 那就多了 多就是你如果 但是特別注意選的時候記得不要選 錯 就很快就做出來了 那再來上面部分 Home的部分 我希望在這邊做清單 那我有六個景點 所以六個景點 我先已經打好了 六個景點 比如這六個景點 然後 控制一下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內容裡面去 那再來的話 就是貼上去 做什麼呢 第一個 先把它 做 你把它打上去做 第一個 記得什麼 項目清單一定要做 第一步項目清單 第二步的話 分別在上面做超連結 連結的話 非常簡單 選取朝進公園 比如說第一個是連結到 緊 多少 map 1 對 1之類推 後面 自行在完成好了 所以123 4 5 1到6 OK 第二步做超連結 第三步要做什麼 就是要把它做清單 清單怎麼做 還記得 選他 對 做什麼呢 把它改成 特別是要這邊有個 叫做標籤檢視器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這邊找到JQuery Mobile 透過這個 視窗檢視器 其實你只要找到功能 很快的就可以 把功能做出來了 找到哪一個呢 找到Data 它是一個什麼 就算是一個 就算是一個 的